小高啊,你这幅对联,你像这福字,这是上面三点,怎么会写成一个点下来,这个是不准确的,是吧? 还有呢,你的笔法呢,有些重复,你看,佛柳万水,这佛的是个圆的,这柳子是个圆的,万字又是个圆,这样的话呢,就造成了笔法的单一性, 所以你应该,有的可以方折,有的可以断折,都是这样,这三个呢,稍微调整一下,这幅楷书对联呢,结构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但是笔法上呢,重复的厉害,像这样的点,看,这样的点,这样的点,还有下边这四个点,你看,都像瓜子一样, 这两幅形草书,我看了之后呢,非常流畅,形草书呢,它是有大小长短,轻重之别,可是你现在,你看,像用楷书的办法写着行,一个字,一个字的,全是这个,壮猪蒜子的排列,调整一下, 感谢观看